质量好对方在切发球的时候 相对来说回球质量会弱一些 这样你就会为同伴创造的比较好的机会 看来他自己的消化也相当大 所以这个球借的还是非常多 相信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正在成都如果要是遇到这种球的话 他一定是会奋力把这个球打回去 对对对 这个球呢他现在可以看到 他只能是回身回头望着这个球落地 有点心有余力不足 现在蔡云赫还帮到是7比30线 在回球的时候主要是质量不多 因为对方已经准备好了 就准备你车过来 如果你车的质量好 还可以弥补一下 车车的质量不好 别看他这球太高了 所以前面的蔡云也很难去封住这个球 没看到 反过队的两位教练 这个判断好像输了 要在比分上应该要抓紧了 刚才因为在领先很多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对方已经追成了6比7 关键是第一局还输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比分上一定要 在尤其在领先的时候不能放松 这也是 真是 快的 眼睛都跟不上 这也是 我们看一下 要典型的手中反攻 8比6 只要能够守住队的 守住韩国队的进攻 那么只要有机会再反击 这样的威却会非常大 就是 作为这个郑代诚来说 这几次进攻都打不死这一分 反倒变得有点着急 对对对 在双打的这个比赛里面 做好防守啊 也是一个基础 现在 副才在看他发球为例 9比7 韩国队落后两分 7比9 做足了准备的 对 好像非常解气啊 对 10比7 10比7 像这种中路的这种球过来以后 在黄手上 就是说要想保证质量的话 应该比较困难